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大卫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无花果新手入门的两大重点 光社团那么久了 但我相信大家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注意到这两大重点 无花果的品种 除了你在社团看到的一堆品种呢 其实你更应该了解一下 种植无花果必须要知道的两大重点 那这两个重点呢 第一个重点就是品种成熟期 无花果其实是分早熟中熟晚熟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知识点 如果不知道 下面我的影片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第二个重点就是品种的果皮和果肉分类 那这方面的影片素材 大概是70天 中熟的时间大概是90天成熟 晚熟的时间大概是120天才会成熟 也就是说从你结果到成熟的时间需要这么久 那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图 这个图是依据我这边品种做出的表格 并不代表你的果实成熟时间会跟我的差不多 准确度上也有可能不准 需要你自行调整 这边只是跟新手介绍一下 何谓早熟中熟晚熟 那所以早熟的时间 你大概有正常减吃的话 9月减吃的话 你可以吃到果实的时间是5月到10月 你看早熟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那松熟的时间 大约是6月到10月 晚熟的时间 有可能是8月9月10月 我这边写9月10月是 因为我常常都9月才会成熟 所以最后我会淘汰晚熟的品种 那早熟的品种 如改良希莱斯特 比尔 都是在70天左右就可以结果 那大家建议大家都可以种一下 然后中熟的品种 大家最常种植的就是波及红 那我在这边种植的品种就是香蕉 芝加哥哈代 金奥芬 金色河滨 黑捷克 这些都是中熟的品种 那我这边大部分都是中熟的品种 而晚熟的品种 其实晚熟品大多是很有名的品种 包括 还有我们现在最热门的金色彩虹 黄昌井 这些都是晚熟的品种 那我个人种植的品种有 湿楚拉跟花山口 所以以盆植而言 种植时间是很重要的因素 你今年没在正确的时间减枝 就会影响到你明年的果期 以北部的季节而言 你看这是我九月减枝的芝加哥哈代 今天已经是十月三十一号 现在都已经开始抽枝条 长叶子 之后会在今年的年底或明年 就会接着长果 因为经过冬天休眠 所以长枝条的时间 大概是十月到二月 那也就是二月到三月会结果 然后六月成熟 以上这是大概的计算 食物上不太可能那么准确 这跟你的施肥 与天气相关 举例 2022年五到六月 连下了一个月半的雨 那春果就会受到影响 因为温度与日照都不够 所以正常来讲 台湾北部 以早熟的品种来讲 三月加上七十天成熟 大概会在六月成熟 中熟会在九月成熟 晚熟会在九月初成熟 或八月底成熟 所以在北部 你想要在五六月吃到春果呢 就是要配合剪汁 然后再根据五花果成熟的时间表去检视 你就可以知不知道 你可不可以吃到春果了 而这几年 我陆续淘汰的品种 就是玩熟的品种 因为只要我太慢剪汁 就变成在次年的九月十月 或是十月之后大批成熟 但是十月开始 果实的品质其实是大打折扣了 当然很多人还是说好吃 没错啦 其实是还不错吃 但是就没有八九月的好吃 那我是觉得自己的种植技术要一直加强 所以我觉得要严格去控管自己的剪汁时间 然后明年才可以吃到更多的果 那我都是用这一个表 再配上我之前的剪汁的影片 催熟的影片 就可以尽量在标准的时间 吃到最多的果 好 谢谢各位的观赏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麻烦帮我订阅 点赞加分享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